真的假的 我可以离开了 嗯 告辞 翻 怎么回事 你对我做什么了 你也别费力了 带在我身边三步之内 这个镯子上面呢 是了我自创的不理所 我说几步 你便只能离开我几步 你也别想着摘 没用了 哎呀呀 哎呀呀 吃螃蟹要站点 姜丝和醋醋醋醋醋醋醋 这样吃多了不上身 大师兄真体贴 你跟唐哲完全不像亲师兄弟 好吃吗 好吃好吃 再来一个 嗯 你怪吓人的在那 长着自己以后会成为长男 不跟女孩子打交道 就如此不知道怜香惜韵 莲花精来了灵霄派 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不要蒙骗误导我的师兄弟 谁蒙骗了 谁要误导他们了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躲我们妖精之父好不好 人家大师兄 对我那是热情关切 我自然也要热情回应啊 难不成像你一样 冷着一张脸 辜负别人的一片好意 亲戚也有尺度问题啊 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 若误会 你复活自我 说到尺度问题 那我们之间 这过于亲密的尺度问题 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 我糟糕了 剥你的螃蟹了 我让你吃 剃牙不行啊 大师兄为你钓的鱼 怎么光看不吃啊 实不相瞒 我有一位好朋友 他的真身就是鱼 我跟他待久了 早就不吃鱼了 我离开我朋友这么久了 我也很想他 那算到透过萤幕上 你都问得到 你不是花警吗 哪来的鱼朋友 你别想着逃跑啊 吃完这顿饭 把外面晒的书都给我拿回来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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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年诞姑娘 不喜欢吃鱼吗 昨夜我见你喜食螃蟹 不若午后 我们去后山西见 猪螃蟹吧 好啊好啊 不行 因为他性子急躁 下午 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其他的课业 磨脸新鲜 叶兄 你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反正我也无事 不若下午的课业 我陪你一同一同 好啊好啊 大师兄 他需要的是静心自职 有外人在 不利于修身养性 对吧 书还在外面 这下坏了 再着急也要小心一些 你住院还是书中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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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